眼睛进了沙子怎么办? 这些处理方法防止眼睛受二次伤害 沙子是一种神奇的东西 总是在我们不经营街 搜的一下飞进我们的眼睛 而且怎么样都弄不出来 如果眼睛进了沙子或者小虫子 处理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关注我每天一个科普小知识 用手揉眼的办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因为这样会让异物和眼角膜一直摩擦 损伤角膜容易引发角膜炎 而且手上的细菌非常多 虽然肉眼看不见 但会通过肉眼的动作进入眼睛 引起细菌的感染 导致角膜炎和睫膜炎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可以闭上眼睛感受眼中的异物 看能不能让异物刺激流眼泪 因为眼泪能够把小的异物冲刷下来 如果没有眼泪可流 试着频繁砸眼 或者打哈欠 促进眼泪的分泌 如果通过流泪的方法 不能把眼中的小的异物冲刷下来 就要检查一下眼睛内部 看看异物到底在哪里 然后用干净的棉签 蘸上纯净水或者矿泉水 把异物蘸取出来 如果以上几种方法 还不能将沙子弄出来 可以翻开眼皮 转动眼球 用水冲一下 最后如果眼睛的异物感依然很严重 就不要拖延了 应该立即去医院检查 我做科普190了 感兴趣的朋友点赞关注加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健康支持 感兴趣的朋友